今天是2月18日 1991年的今天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 抓紧浦东开发 不要动摇 一直到建成 浦东 因为于黄浦江东而得名 面积552平方公里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1990年初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隆基 向邓小平提出了 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 当时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 如火如荼 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 为此 邓小平说 浦东开发晚了 但还来得及 1990年2月17日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 谈起上海的发展时说 上海的浦东开发 你们要多关心 邓小平的意见 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经过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调研论证 4月18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 宣布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并将浦东作为今后十年 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 浦东的开发开放 由此全面启动 1991年2月18日 邓小平在上海 听取了关于浦东开发 和发展规划的汇报时指出 抓紧浦东开发 不要动摇 一直到建成 他还强调 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 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 今后也要这样搞 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 浦东的开发开放 带动了全上海 以及长江三角洲 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越 浦东由此成为新上海的象征 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 中国改革开放 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